這個是底線 喂,他可能參選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了慶你 用各種手段,明知你最不喜歡那些就是用那些手段來了你 我不會慶,我不會慶 我不會慶 不過我溫馨提示,我不會慶 你越說不要搞某些事,他可能越搞 好,他就去搞 搞到你完全失控 我不會失控,我怕我老婆失控 我一定不會 我為了五區公投,我一定不會失控 我怕我老婆失控 我老婆失控,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些人 我老婆失控,關我差事 是不是 這些政治小丑 他這樣出來有一個政治目的 他的政治目的就是抹黑和扭曲 就是公投的運動 他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的使命 任命就是這樣 如果香港人支持他 還有他轉換議題 譬如,如果... 不能讓他轉換,他不理他 我不會理他 不過我現在提一件事就是一個溫馨提示 你不要搞我的家 他的政黨論壇 不是,那個候選人論壇 他就會了 你說什麼普選 說什麼呢 他就... 可能又數你黃賭毒 又什麼又什麼 又到時又說回類似 你的家庭這些事情 他就將那個議題 那個選舉的議題 他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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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我們都瘋了 我們為了他選舉 我們是不會瘋的 我們怎麼會中他計 不過我們都要溫馨提示他 就好像我們提民主派 溫馨提示他 老實說 不要太過分 就是這麼簡單 選民會待你出氣 所以我們最後就由選民這個決定 他有本事贏到我 我們都下班 你三點半報名在深水埗 應該是深水埗 政府合處 長沙環那邊 那我呢 九西只有一個地方 還是可以去別的地方 一個 我呢就在葵興 但是我們點半會到的 我們點九有個儀式 那我們那些街坊 有些年輕人想了 一個一個 一個想法都挺過癮的 剛剛復活節 他們就用蛋做這個遊戲 我們功能組別 就政治壞蛋 我們就做成一堆黑色的雞蛋 那些蛋 到時大家就踩那個壞蛋 然後就做個民主復活蛋 我們裏面就有雙普選,挺充滿尊敬的 我們到時很多義工都會出現,輸人不輸陣 我記得2008年去報名的時候,那時還病 在尖沙咀碼頭20多部車殺到長沙環那裏報名,都很有起勢,不是開玩笑 當然這次我們不會標榜我們三個人,這是一個變相公投 我們印小冊子也好,宣傳單張也好,甚至海報也好 我們都是強調五區公投運動 全部講議題,這個才最重要,當然我們的議題就是2012雙普選,揮除共用組別 過去的宣傳單張經常講自己過去20年有什麼貢獻,將來地區爭取什麼 這次我都說選這麼多年,這次都不會選,或者這次是最易選 根本所有的宣傳單張… 但是有個危險,那些人不明白,他都是選個人的嘛,你明白嗎? 他擔心宣傳的… 所以不容易的,那個宣傳,你明白嗎? 所以在這個…其實他建制派傻居而已,這個選舉他應該派人來選 可能有機會偷到雞 8號5點前都可能會有 你不用想想 剛才之前我跟台長說,如果白韻琴報呢 那很可能新界東西都會有一個隱形的… 就是保皇檔場 如果白韻琴最後不報呢,那阿爺就全面… 禁光了 那如果白韻琴報到呢,有機會偷雞 白韻琴和謝偉俊說自己瘋的嘛 那不受阿爺控制的,大哥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我都想他去嘛,彭良心講 讓他出醜的 我都想他們去,當然想他們去啦 他的目的很簡單,要曝光見報而已 沒有所謂的 我們做得公眾人當然是預料被人罵的 你罵我都不緊要的 你罵得多難聽都不緊要,我都沒有所謂的 都是那句,不要搞我家人 你罵得我仆街都可以的 替人頭者,人亦替其頭 這個很簡單的 我都不會刮你祖宗十三代出來 你說我兒子犯過事,我兒子犯過事 04年藏獨,大馬,判了錦法 那你這麼家人,門稅 又坐過牢,難道我又拿出來說 誰最大呢? 去到這個地步就是賤 一個賤字,你明白嗎? 這叫賤 賤就是屠賤有份 我都入了你十九才子數 我告訴你 十九才子這個名字是我起的 所以他又有怨讀 那些怨讀很可怕 我呢? 最近陳永康 即是迪拿的老友 發表迪拿的死訊 筆名叫康子 以前做過太陽報的社長 創刊的時候 所以我們曾經合作過 我幫太陽報寫社論 初初床刊的時候 他後來就離開了太陽 寫專欄 研究那些風水、玄學的東西 他最近寫了一篇 他說凡是名嘴 講話聰明的人 都有口舌的知和 他說黃毓民是一個例子 所以他發不到大約 他得罪人多 你明白嗎? 他得罪人多 有些人忌恨 放在心裡 有機會就搞你 我說我都預料了 陶傑這些就是 是不是? 陶傑這些就是 是不是? 但是白韻琴就奇怪 我認識他三十年 還沒說過幾句壞話 在他面前就 很恭敬、客氣 因為我永遠不會得罪女人 你是不是沒有稱讚過他漂亮呢? 不稱讚也是 有時 謝偉俊也是 你稱讚其他女人還是不稱讚? 就很奇怪 所以你很難去判斷一個人的動機 是吧? 喂你說 好像我吉他才子一樣 他搞我 我都覺得合理 是吧? 但是 我沒得罪過他 你明白嗎? 很奇怪 所以你說 康子的說法 都未常不是道理 你明白嗎? 即是你嚇得人多 那些人 有機會便來搞你 但是我今年都快六十歲 搞極都不死 他這麼奇怪 搞極都彈一下彈一下 他不是想搞死你 他想搞垮你 搞不垮的 怎麼搞得垮? 我們這種人是怎樣呢? 你越突我 我的反彈是越強的 你明白嗎? 你對我 那個戰鬥的意志 我們一生人就在刀口裡 說得難聽 一生人有一個 刀口裡土生活的人 大哥 有一個是非圈裡土生活的人 是不是? 如果我怕 我就不做了 搞什麼 五拘公投 傻了嗎? 大哥 你對抗的對象是共產黨 你除非腦袋有問題 對不對? 休息一會 好嗎?